16 他说Annie and Bonnie are running laps around 400m 然后呢 to go over track 那 they start together but Annie has put a hand because she is 25% pressed than Bonnie 那 how many laps will Annie will have run when she first passed Bonnie 好 那这个题目当然是讲说 第一个他是跟着这个操场 去跑的 那这操场大概就是400公尺 大概长这样子 OK 那这是400公尺 那我们讲说他从这边开始跑好了 OK 好 这个是A 这个是B Annie and Bonnie 好 那开始跑 那因为这个Annie是跑得比较快的 那如果 你可以知道他快的这个是25% 你可以这样去思考 也就是说如果A 如果是B 因为B比较慢嘛 对 Bonnie跑比较慢 如果B是跑100m的话 那A会跑多少 他是不是应该跑这么多 125m OK 好 那也就是说我times4 times4 为什么times4 也就是B跑一圈的时候呢 那A跑多少 那A跑多少 A是跑了那个500 OK 这样子 懂哦 好 那 也就是说 每跑一圈 A就会快100公尺 对吧 OK 那问题是第一圈的时候不算哦 就是我们开始跑第一圈的时候 要跑完第一圈才算了 就是 这样就已经算第一圈了 你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跑完一圈以后 我就领先100了 我就领先100了 100公尺吗 100公尺吗 那我一圈不是400公尺吗 所以我就拿400 去除以100 OK 所以是不是要四圈 那可是就像刚才我讲的 我是从0开始算 就是0 1234 我在这一圈的时候我才跑赢他 那这样总共要跑几圈 01234 是总共应该跑五圈才对 OK 所以我们答应该是选D才对 OK